今天咱们这期视频带来的这双鞋子 是由天朗足球为咱们提供的 今天这双鞋是这一个亚瑟士的DS Lite 这个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做到第几代了 之前的咱们在2020年的时候 做过一期DS Lite的视频 也是AG的大地 然后应该也是天朗的特殊的配色 应该那个时候是白粉 那这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黑色和阴光绿的 这样一个配色 整体上外观上来讲 我觉得看起来还算是不错 特别是它的大地 这个大地的话 我觉得看起来还算是挺好看的一个大地 然后咱们今天就来开箱这双鞋子 然后看一下这双鞋子具体的配置上面的东西 那至于实战的这个视频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会拍到什么时候 在前段时间刚踢完这个猎鹰的23.1 那个鞋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鞋 咱们之后再说今天这期视频主要来说它 这个DS Lite这双鞋 那这双鞋子呢 应该说至少经历了应该得有三四四年的时间 从我的印象里面 从最开始的就反正都是袋鼠皮 但是呢这个袋鼠皮的上面的加工的办法 从游走线然后再加上变成骨架 然后到现在连骨架也去掉 变成了这种压印出来的这种纹路 那它具体会有多大的变化 咱们在这期视频里面来主要的看一下 其余的地方呢 咱们也来对比一下这个鞋子和之前的老的DS Lite 会有多大的区别 但是呢那个老的鞋子在我老家 所以说这个没有办法实际的拿起来 一比一的去对比 那现在咱们就来开始啊 这双鞋子具体的一些配置上面的东西了 首先呢就是鞋子的袋鼠皮 咱们刚才提到这个鞋子的袋鼠皮呢 和之前的不太一样 这一次的袋鼠皮我们看到上面是压印出来的这种纹路 能看到这些有一些棱对吧 那这些纹路和之前的有所不同啊 这个我在20年的时候拿到的那双DS Lite 是有走线的 很传统的走线 那这一次呢变成了完全没有走线的这样的皮面的设计 从质感上来讲 我觉得好像没有走线呢 没有骨架呀 它会把这个袋鼠皮的质感提升一个档次 就感觉不会有那么的生硬 最起码这是在新鞋的情况下 所以说呢 开箱刚拿到手上的时候 这双鞋子的皮面的质量 我觉得还算是可以的 但是问题也在于这样的没有走线 或者说没有加强的设计 是否会在未来导致这个鞋子有过度的延展 这个事情咱们现在暂时没有办法去下一个定论啊 这个就需要大家可能是长测呀 或者说我之后可能骑一场之后再说 那这个鞋子的袋鼠皮的皮面 不止这样的没有走线呢 或者说这个压印的这种新的处理的办法 还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鞋子里面 就是它的内衬 在袋鼠皮这一段的内衬是很薄的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点 就有点像是阿迪的Copa Sense 或者是Copa的Pure 就是这两袋鞋子里面的袋鼠皮下面的内衬 它的袋鼠皮是一个表面 然后里面正常有一层内衬布 那这个鞋子我感受到的就是 这里面的这个内衬可能说基本上是没有的 就是袋鼠皮 然后里面一层内衬布贴在一起 里面的海绵非常非常的薄 所以说这样带来的感觉呢 就是这个袋鼠皮是很薄的 然后你穿起来的触感 也会比有海绵垫层的要好很多 那这样的袋鼠皮的设计 其实和传统的不太一样 有很多人喜欢袋鼠皮 可能是因为袋鼠皮的这个质感很好 另外一点也有可能是因为 这些真皮的球鞋下面会有一层海绵的垫层 这样穿起来更舒服一些 但是呢像这双鞋呀 它就不太一样了 咱们就现在只说这个鞋子配置上面的事情啊 具体是否喜欢 那看大家个人的取舍 那鞋子的袋鼠皮呢 基本上占了鞋子大小的三分之一 前面这一段都是袋鼠皮 你能看到这块有这么一道缝线 对吧 就内外侧都有 那前面这一段就是袋鼠皮 后面的 咱们接着来说 后面的材质呢 在脚外侧这一部分 我们能看到 脚外侧这一部分的纹路上来讲 应该说是一种网布 然后上面再加上这个热绒膜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在外侧呢 然后这个亚瑟士的logo 也是有一定的支撑的强度的 所以说外侧的这个地方 我其实觉得这个网布的这个质感 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我挺喜欢 然后到了脚内侧 它就有所不同 我们能看到这个鞋子的材料的转换 是从外侧一直延续到后跟这个位置 后跟在这里 然后又多加了一块 应该说职业就是把里面的面料全都换掉了 变成一个超鲜的人造的材料 这一部分的材料呢 它的质感上来讲 其实也还OK 也能够接受 那如果说是我自己 如果说我能够定制的话呢 我当然会希望啊 就是内外侧都是一样的 但是就反正 现在它做出来是这个样子 穿起来在脚上 其实感觉两边的差异感不会特别的大 反正我穿这些鞋一直都是这种感觉啊 就是足弓这一部分只要包裹够了 一般来讲你就OK 那鞋子的内外侧的材料是这个样子啊 然后咱们接着来说这个鞋子的鞋舌 鞋舌这一次呢 又有一定的小的改动 我们能看到 这是多做了一对的防滑的这个孔 看到了吗 就是这本来是有两个嘛 然后又多做了一对在下面 那这个防滑的孔呢 其实对于鞋舌的跑偏来讲 能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但是抑制的能力到底有多少是个问题 如果说你脚真的特别瘦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鞋舌还是会往外偏 或者说它会有一定偏离的程度 但是因为整个这个鞋舌覆盖的面积 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可能不会说把你的袜子露出来 一般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鞋舌的材质上来讲 这个鞋舌的材质应该和这个脚内侧 这一部分的这个材质应该没差太多 鞋舌上面因为里面没有加任何的加强嘛 所以说呢 这一部分的材质变得非常的柔软 这个我觉得不错 但是整个鞋舌下面是没有泡棉的啊 就是说如果说你觉得你希望一个比较厚的鞋舌 然后保证这个鞋子在拉紧鞋带的时候会比较舒服 那这个鞋子的鞋舌不是这个样子 鞋子的面料上啊 基本上也就是这样的这些情况 后跟这个位置呢 有这么一圈银色的这个东西 但是并不是什么塑料啊 就只是一个装饰条啊 就是这个样子 后跟鞋的就是DS light 然后呢 后跟的这个位置的加强 或者说港宝啊 或者是罩杯 应该说到的位置 就是这个银色的这个加强条的这个位置啊 银色的装饰条的这个位置啊 下面整个这些部分都是杠布 鞋子的里面呢 这个鞋子的鞋口 咱们来看一下 后跟这一部分的垫层还算是比较厚的 有不少人说这个亚瑟士的这个鞋子磨后跟 可能是因为这个垫层 它的位置比较高 那下面这一部分呢 它就没有什么这个垫层了 所以说如果说你脚后跟的骨头 在下偏下这个位置比较凸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 它就有可能会有磨后跟的情况 这个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脚型来做判断 当然最好是能够试穿一下 来确定这个鞋子磨不磨你的后跟 那这个鞋原先原版的 也不算原版 就是老的DSLite 我穿的话是没有这磨后跟的情况的 这个鞋子在家里试穿 现在暂时没有感觉磨后跟 实战的时候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咱们就只是说有这样可能的问题 那后跟这一部分的处理 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在于鞋子的这个里面 这一层的材料上 应该说是一种防脊皮的这种设计 它的防滑的能力啊 还有这种舒适的程度都做的是不错的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不错的地方 然后接着咱们就来看这个鞋子的鞋垫 鞋垫的话 其实应该说和以前的颜色是应该没有太多的区别 都是这样的一层单层的泡沫 然后呢 这个鞋垫的表面是一种防滑的材料 这种防滑的材料呢 如果说我们细看的话 其实还OK 但是说如果说你想让它透气啊 或者说这个输水的能力比较好的话 这个鞋垫我觉得可能存在一定的疑问 但是防滑的能力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咱们就来说这个鞋子AG的这个大底 首先咱们来看鞋子里面的话 里面的大底 这是一个全掌中底的设计了 就是整个这是一块白色的中底板 都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设计 那这个中底板呢 也依旧是这个样子 在前掌的这个位置 能看到吧 这个位置 这一段应该说前面应该用的是那种偏向于纤维板 也就是说大家俗称的这种纸板 那这样的纤维板一般来说 踢的时间长了之后 前半段会有一定的软化 就会变得比较软 然后呢 中间或者说中后段这一部分呢 应该说里面的中底板用的就是尼龙了 所以说呢 中后段这一部分的这个强度还算是OK 然后就是亚瑟士的这个AG的大底 一直以来都是 反正亚瑟士好像HG啊 还有AG都有这个特色啊 就是他会在这个大底里面加上缓震的这一层 我们能看到在鞋子的后跟这一部分 有这样的一层泡沫 对吧 然后呢 在鞋子的后跟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了亚瑟士的GEL的这个瓷啊 那这里面到底有多大的一块GEL 我们是不知道的 就好像还没有人去拆开过这个鞋来探讨一下啊 但是这个鞋子的后跟这个位置是有明显的啊 这个肉眼可见的缓震的层的 那这个缓震层我在家里面试穿的时候 我还是能够感觉到在硬的地板上踩的时候 这一段是有一定的这个能量的吸收 或者说它会有一定的压缩的 所以说感觉上还比较明显 那之前的老的DSLite这个鞋子的AG大底 其实也和这个AG大底是一样 只是没有这么亮丽啊 这个外观上没有这么好看 实际在人造草屏上穿着的感受上来讲 有的时候如果说你的人造草屏 它的下面的颗粒比较厚的话 其实你可能对这个缓冲层感受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那如果说场地比较硬 那可能说这个后面是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这个鞋子AG大底 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它的鞋钉 整个鞋钉的密度上做的是偏密一些的 然后呢都是圆形钉 都是实体的实心的这个钉子 基本上好像很少看到亚瑟士这个鞋钉有断钉的情况 这个是我现在的一个判断 我好像是没怎么见到过亚瑟士的这个鞋钉的断钉 然后中间呢脚的前掌这部分 中间这个位置有6颗鞋钉 然后呢前掌位置的鞋钉逐渐的有剪短的这个趋势 反正这个鞋子的大底 我个人穿着的感觉还算是印象是比较不错的 还算是挺好的一个鞋子 并且我们能看到啊 鞋子的鞋头还有脚内侧这块都是有两颗锚钉的啊 这两个地方 然后呢咱们来说鞋子的尺码 鞋子的尺码上来讲 这个鞋子我现在看一下选的是45的尺码 鞋标在这里啊 看到了吗 这是45 然后呢厘米数是285 一般来讲都是选JP285吧 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鞋子呢 我穿着的感觉 长度上还算是合适 然后因为鞋子里面前面这一部分 没有什么海绵的电层 然后我们看到侧向来看的话 鞋子的鞋头空间也算是比较大 所以说呢 呃其实个人建议 如果说你能偏小半瓦来买的话 可能说鞋子前掌这一个位置 它的包裹感会更好一些 并且因为这个鞋子本身带鼠皮嘛 啊这个可能未来会有这个延展的情况 所以说考虑进去的话 小半瓦应该是值得 呃所以说小半瓦去购买的话 应该是可以的 然后呢至于说这个鞋子啊 是宽是窄 我个人觉得呢 反正独立鞋舌 它的这个适用范围是很大的 啊 那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我的脚算是偏向于标准 然后稍微偏宽一点 或者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反正所有的鞋我都能穿 啊我也没觉得紧或者怎么样 所以说呢 这双鞋我穿着也是一样的感觉 呃整个这个鞋子穿起来的感受上来讲 还算是偏舒适的啊 然后鞋子的鞋头这一部分的袋鼠皮呢 给我的感觉也挺有意思 所以说呢 整个这个鞋 我觉得啊 最起码这个是升级换代之后 还是有一定的心意的 那这个鞋子到现在来讲呢 呃基本上它的硬件上面的配置啊 基本上都介绍完了 咱们就来说一下这双鞋子给我的感觉吧 啊 穿起来的时候是确实是挺舒服的一双鞋 并且这个鞋子的鞋软啊 还有鞋子的大底都给我一个比较熟悉的感觉 啊 因为我之前也穿过这个老的DS-Line 那这个鞋子呢 我个人觉得应该说算是比较值得尝试的一款鞋 毕竟这个价格在这块儿摆着 呃 现在这个价格应该是730 750左右啊 就是700冒头这样的价格 那如果说你想尝试一款戴鼠皮的球鞋的话 这个鞋子其实也算是值得尝试的一个鞋款 特别是这个鞋子的大底是怎么说呢 呃 算是比较耐用的 那当然说这个鞋子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后跟这一部分的问题 那这个只能去试穿 尽量试穿一下啊 然后来确定是不是适合自己 那这个鞋子呢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那整个这双鞋子 我个人觉得还算OK 那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呢 也基本上就到这里了 如果说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呢 别忘了点个赞 或者长按三连支持一下 如果说你身边的朋友 有对这个鞋子比较感兴趣的话呢 别忘了把本期的视频分享给他 那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了 我是靖琪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